中國又發生日本小留學生遭襲擊的事件 9月18日 深圳的日本人學校附近 一名10歲日本男孩在上學途中遭到44歲的中國男子襲擊 腹部被刺傷 經搶救無效 於19日凌晨去世 這是自今年6月以來 中國境內發生的第三起攻擊外國人的事件 也是第一次受害者因此喪生事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上傳外相 鴻生譴責襲擊男童的事件是卑劣的行為 事件發生的時間正逢所謂918事變93週年 大陸各地都舉行紀念儀式 強調銘記歷史 污望國耻 竟然還有大陸網友在群組發文 日本的太好了 幹得漂亮 不過也有很多深圳市民前往事發地點學校外擺放鮮花 悼念遇襲身亡的10歲日本男童 並譴責這是仇恨教育的結果 我是深圳的普通市民 作為中國老百姓是反對這種做法的 反對仇恨教育 我們的很多人就長期在這種仇恨教育之下 導致這種惡果 這起事件在中國相關的討論和視頻正在被封殺 但在日本的華人19號自發舉辦悼念活動 活動一開始 主辦人之一的旅日人權律師 伍雷看著手機 引述朋友在東京花店買花的經歷 剛剛我去買了花 就是買這些花 本來只想是給市者的 後來年齡很大的老闆娘問了我 你可以屬於買大概多大年紀 我就說是給在中國遇害的兒童買的 老闆娘眼圈就紅了 自己也沒繃住 老闆娘流淚說了很多感謝 反過來還安慰我說日本也有很多不好的人 國家之間的問題和普通人是沒有關係的 伍雷表示 有很多人問他為什麼要辦這樣的活動 他回答說 我們在日本享受著這個國家的文明 還有很多溫柔的華人在日本生活 對於中國那些不法的暴力行徑 他們認為必須發出譴責的聲音 我想在座的華來都有很深的內疚感 感覺對不起日本人 但是我們僅有譴責是不夠的 這是一個種什麼種子接什麼果子的事情 是社會治理潰敗的一個表現 更是多年的仇恨教育的結果 2021年來到東京 目前任職於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的賈家 在會場上直言 把歷史仇恨具象化 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20年前的9月18號 我跟上海的作家陸炳文我們在西丹吃飯 那天我們沒太注意我們就進了一家壽司店 結果我們吃完出來的時候就被一幫人圍起來 年輕人罵我們漢奸 到現在20年過去情況是更嚴重了 或許殺人的那個40歲的中年男子 跟20年前罵我們漢奸的那些人是同代人的 我不知道 反正給我的感覺就是說過去了20年 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和這種仇日的情緒 是越來越可怕 越來越誇張 有些人他對具體生活中自己遭遇的不公 他會仇恨那些私家者 就是那些權貴權利者 有些人他不敢給中共這些統治者 他就會對那些所謂的日本的被宣揚的仇恨 日本人或者美國人去釋放自己的暴力之氣 近年來 持刀行凶在公開場所進行無差別殺害 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現象 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已對在中國的日本人發出警告 建議外出時注意周圍環境 特別是防範可疑人士的接近 確保安全